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将这个atmr5这个部分呢 这个展示区域制作完成了 好,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制作下面的这个bordstrap的这个实战教程 这个展示区域的这个制作 那么这个区域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把上面的代码呢 直接给拷贝下来 然后进行一些清新的这个修改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把它这里呢 来进行一下修改 首先bordstrap 好,加一个注释 那么这个bordstrap呢 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个导航上面来进行这个访问了 因为它这个属于 我这里把它判断属于什么 属于前单部分 所以说点前单之后先展示atmr5 然后再展示这个bordstrap 那么我们把这里的这个id呢 先给它改一下 id呢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bordstrap 好,然后将这个标题呢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bordstrap 好,实战视频教程 好,bordstrap实战视频教程 然后呢将这个文字先复制过来 文字 bordstrap 这是欢迎的 这是欢迎的tmr5cs GS框架 好,放到这里 然后是下面的这些内容 好,那么这里呢 把它粘贴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好 好,那么内容呢和上面是完全一模一样 对吧 完全一模一样 好,我们现在给它更改一下 那么这里bordstrap呢 这个图标呢 它是在哪呢 是在左边,对吧 并且呢这个图标应该换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个素材呢 复制进来 好,找到这个素材 然后呢 Ctrl-C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mgs里面去 点击OK 然后将这个图标呢 这个图片替换一下 替换成这个bordstrap.gpg 然后保存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些这个设置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这个 给它这个换一下 把位置给它换一下 好 把这个图片这个呢 放到前面 然后将这个文字描述呢 放到后面 然后再来刷新 好 没问题对吧 没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这个 好 跑到这个图片跑到左边 然后文字描述呢 跑到右边去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些这个效果 对应的效果对吧 好 选中这里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好 可以这样来做 什么呢 把这里给它改一下 itmar5加bordstrap 然后呢 这里 把它 让它们呢 都是这样的这个显示效果 好 点bordstrap 点bordstrap下面的H2 点bordstrap下面的这个段落p 然后呢 把这个背景颜色呢 提出来 好 然后呢 放到前面来 然后把这个H2 然后把这个背景颜色呢 然后把这个背景颜色呢 付给它 好 这样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点bordstrap 点bordstrap 啊 警号 这里应该是 不是类 是ID 对 好 然后刷新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bordstrap这个区域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航高 对吧 航高的话 相比这边来说可能高了一些 对吧 相比来说可能高了一些 所以说导致了这边掉下来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整体的来调试一下 好 整体调试一下 航高 对吧 这样就差不多25 好 25 那么给它复制过来 更改一下 25 刷新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第二个区域 bordstrap是在这个区域 这个展示区域的这个制作 好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来制作这个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最新课程这个区域的这个制作方法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